他没有把每一个项目一样一样的列出来 结果是什么 不可以扣税咯 税务是多少 由Zan来介绍 嗨大家好 我是Zan 那你最近有没有做装修呢 很多人问我装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我告诉你 很多人装修了之后 就会再问 到底我的装修费能不能扣税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很多人当他装修完了之后呢 那个装修老啊 开给你的那张单啊 会是一个问题来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的单呢 是一个lum sum的单 也就是说 他没有itemized billing 他没有把每一个项目 一样一样的列出来 结果是什么 不可以扣税咯 对啊 因为你的单根本就没有列出 到底这个装修老做了些什么 每一份工是值多少钱 那么如何分析 到底什么可以扣税呢 所以要怎样解决 很简单 教你的装修老 以后装修了之后呢 把他做了的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一样一样的列出来 每一份工是多少钱 通通列出来 那么你才可以分析 到底哪一个项目可以得到税务扣除啊 那就好像我们拿这张单来说就好了 那你知道吗 这张单 如果我们真的去分析的话 你可以发觉到其实很多东西有机会得到税务扣除的哦 就比如我们讲这个Watworks的这一部分 你知道Watworks这部分如果你看的话 它就是什么 在Fix the wall leaking 他们要Fix the wall leaking at the affected boundary wall 你可以看得出其实整个这一个Watworks都是在修补 在修理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修补修理 所以我们叫这upkeep对不对 它是一种upkeep 就可以直接得到税务扣除了啊 明白吗 那如果我们说另外一个呢 我们讲这个M&E Works哦 那里面呢有一些叫做什么 Supply labor to install new 13M的PowerPoint 这个很明显是装修嘛 虽然我们讲这种很明显的装修是没有办法直接得到税务扣除 但是你知不知道政府其实现在啊是让你可以针对装修的这个开销呢 得到高达30万的特别装修税务扣除耶 就到这一个年尾哦就是2022年的12月31号而已哦 而这一些PowerPoint其实就是Electrical Installation 是可以得到那个高达30万的特别税务扣除的哦 那再或者我们看这个Aluminum & Glassworks这一边啊 可以看得出这些全部都是Change all window hinges啦 Install glazing multipoint啦 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装修是不是 那可是你看得到吗 有一样东西呢要搞清楚的 因为你看第一行呢它说Change all window hinges哦 到底它是在把旧的换成一个新的 还是它完全是放一个全新的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把一样东西还原到它本来新的 的时候的状态呢是可以当upkit 那么就可以直接得到税务扣除 但是如果它是全新的 完全是全新的话呢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用那个装修的特别税务扣除啊 所以这一些呢有时候我们就要写的比较清楚 到底它是replace那一个window 还是install new window 那如果我们在看呢当然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partitionworks有写到是install partitionwall 这个很明显是装修就直接用那个装修的特别税务扣除就好了 那可是好像我们看airconworks啊 那airconworks这边呢它提到的就是 supply这个icboard 诶 那么这个是全新的icboard 还是在更换这个旧的icboard 又是那一句了 因为如果是全新的icboard 那么可能就只可以得到那个capital allowance 资本津贴 可是如果它是在更换旧的坏了的 你就是更换一个新的回来 又可以当成是upkeep哦 可以当成repair哦 那么就直接得到税务扣除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应该要写的更加清楚 到底它是在replace一个old的icboard 还是install一个newicboard 那边就要写清楚了 所以呢你看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啊 我们都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这一些内容是在更换吗 还是在放一个全新的 还是只是在修理而已 因为这些通通呢都会影响 到底你有没有机会得到税务扣除 或者应该要用怎样类型的税务扣除的 那所以下次如果你真的还有在做装修的话呢 记得首先叫你的装修老给你itemize billing 第二就是里面的东西要写到清楚一点啊 那么你才知道可以怎样得到税务扣除哦 所以呢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税务知识的话呢 一定要去到我们的面子书 TaxGuru Zenchao 还有记得要去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就是TaxPod 我们有更多的税务知识要跟大家分享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